拍拖我覺得最貓最貓的都是無菲拉那些 平順、做維根、朱古力 這些我都有做過的 我想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受脈的印象 因為我始終之前拍拖都 其實我拍拖經驗不多 這麼大的女兒 兩次這麼大把 還要第一次我拍拖了九年 我都忘記了了 忘記了了 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 應該聽媽媽說 不要這麼小的開始拍拖 不過我也是很得著的 起碼我和一個男生這麼久 他保護我 從其他人 一道圍牆 他都保護了這麼久 對 例如呢 例如呢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 合法合理合情 那個男生都很好 他始終都跟你一起九年 我想他都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性格不合格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性格不合格 始終你這麼小開始拍拖 有一件事不好的 就是你未必知道自己正正想要什麼 對方都未必知道他要什麼 而他能給你什麼 又或者大家可能 真的 太小時候見識的東西不夠 又或者讀完書出來之後 對這個社會的定義不一樣 對你讀書的時候 拍拖是這個世界 做事是這個世界 但做了事情之後 你會發現 不是這樣的 生活上有很多事情要兼顧 不是只得拍拖 我想這個都算是 mutual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都感覺到 可能再在一起 或者再一起的話 會令到你原本很喜歡的那種感覺 都忘記了